有请双方的签约代表 请就签约内容 指定的签约代表人位置 请签名 在台北市长脚安见证下 台北捷运公司董事长赵少连 与村园营赵董事长蔡宗宪完成签约 代表捷运建南路站多目标大楼工程将正式启动 脚安期盼 借此重新塑造厂站周边空间机能及价值 提供运输生活及休闲的多元都市服务功能 也带动整体区域发展 我想这边不只是能够更加活化 我们在大直地区相关生活机能 同时带来便利的生活 更创造多盈的局面 不只是市民朋友 市政还有捷运公司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去年七八月的时候 刚好有机会 到其他国家去参访 到新加坡 韩国首尔 到上海 我们看到他们这些国际流的城市 他们整个城市的规划和发展 也都是朝向TOT的概念 也就是 大宗运输捷运厂站 为导向的发展 三 二 一 捷运输 捷运建南路站 多目标大楼是利用原有建南路站 南侧客运转运站 及广场新建 规划地下两层 地上22层的复合式大楼 除了办公司与商场 还有教保中心 区民活动中心 及景观餐厅 我们从在建坛的TOT到这里 我们都有教保中心 都在三楼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 让在这边工作的员工呢 他们可以放心的把小孩 摆在我们的教保中心里面 跟他共同的成长 共同的生活 这也是我们很努力的 希望TOT大楼呢 能够跟大家的生活 跟捷运完全的结合 绿运书 还有绿建筑 智慧建筑 以及大家的生活 全部结合在一起 这才是我们 台北捷运公司 目前希望要做的 捷运建南路站 多目标大楼 预计118年完工 包括目前签约新建的建坛站 及正在新建当中的士林站 小湾希望 透过各个TOT长站的开发 未来市民的需求 在15分钟内都能到达 将台北市打造成15分钟城市 未来我们整个城市的规划 我们要运用台北市独有的优势 绵密的捷运网络 以及场站 强化我们周边土地的使用强度 带动整体区域的发展 我想这里未来 会是我们大支地区 很重要的新地标 这也跟我们未来 整体台北市规划 打造15分钟城市 一致 也就是我们希望未来市民朋友 用步行 骑程 最后有15分钟 可以满足大家 的食衣住行 娱乐 不管是交通 居住 工作 就学 医疗 休闲 运动 未来15分钟内都可以到达 而我们串沿 TOT各个厂站的开发 把整个城市打造成为更宜居 舒适 方便的环境 除了持续推动捷运厂站 透过都市更新 强化交通建设 商业发展及生活机能外 台北市总人口数也传来好消息 原本下滑跌破250万的台北市 在疫情趋缓及热身助养政策激励下 人口逐渐回升 其中内湖人口数已经位居台北市第二大行政区 加上与南港的新生额增加快速 未来港湖选区渴望再增加一席议员 对此角湾乐观其成 也期盼有更多人加入服务市民的行列 很高兴台北市人口不断持续在增加 港湖的人口数也在增加 所以包括民政局 社会局都有跟我说 未来有可能再高级 因为人口数增加 因为其次会多一席 我想会有非常多的人 愿意为地方来付出 也期待有更多优秀的民意代表 和我们一起为市民来服务 台北建议公司在 记者张旗潘台北报道